马太福音第十八章 特别是今天的正道经文 从始至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重要的 震撼性的颠覆性的事实 那是什么 凡是以教义来统领圣经的人 都是一种疯狂的致命的自负要悔改 刚才我们特别谈到了改革宗的那个一次永远的教义 被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粉碎的体无顽腐 是碾压式的否定 基督徒会犯罪的 基督徒犯罪如果不悔改会被弃绝的 他们自己就常常犯罪就是不承认而已 那我们稍微看一看 长期以来为什么要有人用教义来总结 或者统领圣经呢 使徒信经 总结圣经了 你有多大的本事 你能够涵盖圣经的整全真理呢 不可能 从教父到教皇 中古 这个 叫什么 古代社会到中世纪 教父的教导 教皇的通誉 总结圣经 平等与圣经 等价齐齐 涵盖了天主教和东正教 所谓的圣徒传统 使徒统训 那一个人他的那个教导 他那个口语能够覆盖圣经 总结圣经呢 基督教新教 从录多宗到改革宗 从圣公会到灵恩派 以他们的一本教义 一本书或者一些实践 一些口号 一些小册子 然后总结圣经 实际上是总结圣经 痴心妄想 这就是井底之蛙 你看见的永远是那一块小天 这是真正的井底之蛙 我说的更尖锐一点 所有的教义的汇编 所有的药义的名著 都是井口外的那一块小小的天空 十多年来 特别是最近几年来 我们学习圣经 我们由衷地发现了圣经这一本最奇怪的书 我把它定义为是越读越厚的书 那有两个含义 第一 我没法总结 我一想总结 它就变厚了 第二 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学圣经吧 人要有多么的自信和无耻 一定要来总结圣经 并且把它成为一个正统宗派的立派之机呢 而且你就是某个时段总结了一些观点 它不可能统领圣经的所有方面 覆盖所有的历史时期 处理所有的问题 我告诉大家使徒信经是怎么来的 就是当那个基督教从保罗时代开始 进入希腊罗马文明社会的时候 特别是希腊化的社会的时候 希腊人对这些教父时代的人 提出了一个致命的问题 那就是基督到底是不是人 或者到底是不是神 同时呢三位一体的这种信仰 到底应该怎样领受怎样去接受 面对希腊人那种哲学的思辩 诺斯体育主义的这种质疑 和罗马泛神教的那些传统的民间信仰的挑战 教会没有办法 教会最伟大的反应成果 你知道是什么 使徒信经 尼西亚信经 使徒信经 尼西亚信经解决了两个问题 第一 三位一体的信仰 第二 基督徒人神二性 但是呢 如果你到了另外一个社会 从来不会提出这些问题 就使你这些反应变得是一无一处 你去中国去传福音 你看到哪一个中国人给你提出这样的问题 他们现在你说现在有人提这个问题 原因就是在模仿西方的问题世界 在另外一个民族文化环境当中 你这个语 具体语境下的具体反应 就会毫无意义 这个事实声动地告诉我们 在任何时代出现的所谓的教义的总结 只是那个时代的某个侧面是有意义的 它完完全全无法覆盖 圣经在所有领域当中所显示的 真理的力量 从路德宗开始 协同书 协同书是对当年的路德宗与天主教冲突的一次神学的总结 当天主教已经被隔离偏远化为一个梵蒂冈的弹丸之地的时候 你这套教义拿到这个世代来 你有多大的真理的见证的能力呢 律法与福音 教皇的便知说 唯独信心 它只是在那个时代切忠了教会某些方面的弊端 但是我们青蛙头上那块井口越来越小 谦卑一下 马太福音十八章 让我们看见所有的井口即使连在一起 也不过就是巴掌大的一块天 感谢上帝让我们看见天开了 我今天有个特别的想法 天开了是一个慢 是一个慢镜头打开的动作 每一个人都是一只青蛙 头上有一片天 每一个青蛙叫天主教 改革宗 路德宗 我们有一个很自私的盼望 那就是这个天开了的见证 能从路德教会首先开始 基督教重建 从路德宗开始 我们一起为这种重建来祷告 天父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再一次让我们谦卑在你的真理之下 愿你的真理大大的复兴你的教会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